他就撞完我了 他就把车头调过来了 这个灯 这个帮你那 都坏了 你别哭 拿把牙牙 这个铲子那个 对 反正就是拿电光机 抓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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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他凑成小手 然后堆腾一把小手 然后一点啪 一超到到一把 你自己没点上 没什么 不敢 我就是没点过 没点过 这玩意儿应该是挺危险的 点过 是点过 我点过呀 人家陈佛多都给你点着了 又跟救火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 欢迎你们收看 4月20号 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总队 会同怀柔分局 打掉了一个特大碰瓷团伙 这两天啊 怀柔警方一直在通过我们节目 向社会征询线索 下午两点多 杨大爷骑着老年代步车 跟一名骑车男子发生了寡蹭 经过医生诊断 骑车男子右小拇指骨折 经过协商 杨大爷赔偿给骑车男子六千块 杨大爷说 他是法治进行时的忠实观众 在节目中 他看到一条征询线索 说怀柔警方打掉了一个碰瓷团伙 专门找骑老年代步车的老人下手 他感觉自己被骗了 于是赶紧报了案 仔细地查看了现场录像 怀柔公安分局行政支队的侦察员发现 事发前 杨大爷正常行驶 嫌疑男子骑车从后方追上来 故意撞向杨大爷 这是另外一起碰瓷案 在怀柔杨宋中学门口 一名骑车男子在路上来回转移 寻找作案目标 只要看到老年代步车过来 骑车男子就会追上去 与此同时 还有一辆白色轿车追上来 故意别一下老年代步车 制造交通事故 如延城级犯的先生为主 住在这个郊区跨区县 昌游内的现在顺一下秘运 昌宇亭 宫州 大兴 延庆 你就是郊县都有了 老李星 日常生活中的安全 这个特大碰瓷团伙 有40多名嫌疑人 大部分都是江苏严城人 每次作案都是由骑车男子 跟轿车相互配合 主要碰瓷目标就是老年代步车 这些的警察案件 虽然细虽然小 但是跨区多 案子多 那么老北京关乎的也就是这些 所以咱们打掉这个团伙 切实地提高了老北京的安全感 为了将这伙人一网打尽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 会同怀柔分局联合展开侦查 昨天在大兴那住了是三辆车 但是说今天早晨出去的是 应用有五辆车 其中有两辆车 侦查员发现 这伙人有十多辆轿车 主要居住在大兴区的旧宫附近 每天早上 这伙人分组出去碰瓷 晚上再回来 4月19号一大早 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的暂住地 发现三名嫌疑人 开了一辆黑色奥迪A4轿车 出门了 奥迪车一路飞奔 来到了西城区陶然亭 由于逮捕车司机 根本不知道发生事故 没有停车 这次嫌疑人的碰瓷 而宣告失败 这是一定要服从主持安排 服从命的听从指挥 第二个要公正严格 文明执法 要注意自身安全 先放两三名向你前方行事 警察到皇教宫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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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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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碰瓷那个 对 酒店马上动手 下来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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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房间 别困了 别困了 不要走啊 开一门 别动 拿好了吗 哪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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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一下 什么证证拿一下 什么证证 这什么证证 三叔不是你的 四大爷 哪来的 和我团的 那北京干什么事 干什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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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大金链子 找佛干来上边 真的 这不是全都对了 这好事 在行动中 团伙的主要成员全部落网 此时天儿已经大亮 专案组整整熬了一夜 我就给他开车 开车 开车干嘛呀 他去碰瓷了 我给他们开车 谁干这个碰瓷啊 我一个小孩 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你这样 你这样 上北京干嘛来了 你找回头呢 你这手怎么回事 被撞到的 据孙某交代 他刚来北京不久 第一次跟着老乡去碰瓷 没想到 老乡故意开车 撞伤他的手 导致手指骨折 他也成为了后来 作案要钱的筹码 老人 江叔 那从哪儿 年前 你这边已经干嘛 我上班了 我这里有房有家 那怎么在这儿睡家 不回家 我朋友一直在这儿 目前 因涉嫌诈骗 陈某等33人 已被怀柔警方刑事拘留 此案还在调查中 征询线索 近期如有类似经历的市主 速与怀柔公安分局联系 联系电话 010-8968-7620 010-8968-7621 185-188-70397 联系人蔡警官 从近日起 交管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 启动针对燃油两轮摩托车 违法乱象专项治理行动 对于未悬挂号牌 悬挂假号牌 在路边停放的车辆将依法清脱 对非法改装未悬挂号牌 悬挂伪造号牌 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的车辆 要依法扣留 对无证驾驶准驾不符 使用伪造变造号牌的 要依法拘留 对遮挡号牌 不按规定安装号牌 使入禁线型区域及其他违法行为 一律高线处罚 主城区环路主要道路等重点区域将全天候全景执法 并且针对加油站快递分减站收费停车场 房地产中介等燃油两轮摩托车违法高发的点位 以及送餐基地企业 要开展排查河路消除潜在的交通安全业化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北京110 指挥部立即部署长安分局 长颖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经过走访摸牌很快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这名男子在接受民警的盘查时闪烁其词神情慌张 而且哈欣不断一次吸毒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回所内并对其进行了尿检 结果被本禀安裂阳性证实男子吸食了毒品 目前该名男子已被朝阳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警方提示大家毒品具有高成隐性 毒性剧烈吸食后会对人产生严重危害 还请大家不要因一时好奇而沾染毒品 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举报 指挥部立即部署海淀分局 东升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并通知了消防部门 经过了解 起火的是一个废弃的车棚 由于棚内有大量杂物 情况十分的危急 但是一辆私家车却将消防通道挡住 导致消防部门无法及时救援 报警人这才求助民警 所幸在民警的协调下很快将车挪走 十分钟后消防队员将明火扑灭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4月10号在福建建屋 一辆消防车在救援途中 虽然已经鸣笛市井 但很多有条件避让的私家车 仍旧没有为消防车让出的道路 导致消防车不得不逆行 还有的车辆甚至试图加三超车 导致消防车一度缓行 影响了消防车前往救援 目前交警部门已经结合监控视频 对属于有条件避让而不避让的社会车辆 做出罚款和扣分的处罚 警方提示大家根据我国消防法规定 个人占用堵塞封堵消防通道 妨碍消防车通行都属于违法行为 还请大家发现类似行为积极举报 保障消防通道的畅通 水火无情啊 一旦发生火灾 我们要尽快为消防车让出通道 北京这两天在下雨可火情依旧 今天上午10点03分 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新村街道帆阳路西侧五米一工地起火 指挥中心调派附近两个消防中队到场处置 于10点30分将火扑灭 没有人员上网 昨天早上7点20分 通州区永乐调镇德仁雾村 一处蘑菇厂发生了火灾 119指挥中心调派了10个中队 53部消防车到场处置 经过核实啊 起火现场是父亲实用军科技有限公司 停产停用的厂房 燃烧物品主要是厂房里存放的塑料瓶等生产资料 10点55分火灾被扑灭 过火面积4500平方米 在灭火过程中 一位消防队员受伤 经送医院抢救无效 不幸牺牲 目前起火原因及财产损失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塑料制品起火燃烧会释放出大量有毒的气体 瞬间就能致人昏迷甚至死亡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家里楼道里存放大量的塑料瓶 或者给电动车充电 否则一旦着火啊 我们跑都跑不出去 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 现在北京已经进入了杨柳旭飘飞的高发期 这也是春季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天的平安119啊 我们就来关注杨柳旭火灾 本节目由北京安养特科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安养特自救呼吸器全隔绝自生养 祝您安全逃离火灾现场 服务电话是4008 151 119 现在是2015年2月1号发生的火呢 也已经基本被扑灭 就是死康 外户整理设断 防攻攻明 长南 Where are the 4月18日上午 我们的保安在巡视时发现火情 闻到有焦味 组织所有的保安员工 按照消防预案及时铺救 物业的工作人员使用灭火器 并从附近削火栓连接水带出水灭火 一个小时后 火势被成功扑灭 但是令物业的工作人员 感到蹊跷的是 这排别墅内并无人居住 火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下午三点多 午夜八道景通过录像 迅速锁定这个嫌疑人高谋 早上八点五十六分 一名黑男子在起火点 徘徊了将近半分钟后 突然弯下腰 点燃了地上的杨柳絮 发现火势有变大的趋势后 他用脚将明火踩灭 但是又过了几秒钟 他竟然用脚 将地面的杨柳絮拢成一堆 再次进行了点燃 半分钟后 空中出现了飘飞的火星 随后蓝色围挡内 别墅楼前的可燃物 被引燃了 发现火势难以控制后 这名男子仓皇逃离了现场 随后火势逐渐扩大 熏黑了别墅的外墙面 给小区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这人是一公司的员工 他们公司租住在这个 静人水原花儿别墅 他在公司的时候 看见门口有这个堆积的流畜 想给他清理了 他是出于这种目的 然后就以这个沾烧的方式 清理 他也没想到会造成这种后果 对 他也没想到 高某的行为属于过失造成火灾 造成了一定损失 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第64条 第二项的规定 我们给予高某行政拘留时日的处罚 如果要清洁严重了 还可以追究刑事处罚 我们来到这条当时发生火灾的路上的时候 可以发现由于这条路上 种植的养柳树比较多 所以这里的这个养柳树飘飞的情况 是比较明显的 在一些路边的这种边边角角 包括车底以及房前的这种 一些比较难清理的部位 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很多养柳树堆积的情况 如果只是养柳树发生火灾的话 铺就难度以及它的这个燃烧造成的危害 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要强调呢 养柳树火灾的预防 是因为它呢 可以形成这个蔓延的态势 来引燃我们周边的可燃物 还是要加强咱们的消防安全意识的培养 首先不要玩火 更不要有这个好奇心 去点这个养柳树堆积的养柳树 第二点呢 就是要加强周边可燃物的清理 第三点呢 就是适时开展的这个湿化工作 因为点燃柳树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案件 屡见不鲜 2018年4月18日 家住房山区青龙湖镇的吴女士 清扫完自家院内的柳树后焚烧 火势突然增大 难以控制 最终引燃了旁边的乐器厂 烧毁了乐器厂内多件珍贵乐器 2017年5月17日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城公园内突发大火 起火原因是因为一名男子点燃柳树所致 据了解 该男子对柳树过敏 出于泄愤 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柳树 火势迅速蔓延 引燃了杂草 烧毁了15棵成年的松树 这里是法治进行时的如媒体中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柳树引发的火灾 据中国天气网数据显示 北京今年柳树的飘飞时间 集中在4月11日到5月初 当连续三天气温在25度以上 相对湿度在70%以下 天气晴朗 且有一定风时 最利于柳树的飘飞 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在我手中有一团柳树 它看起来很蓬松 很薄 摸起来很软 而且很油 这两点就是它与明火相遇后 迅速燃烧的原因 在我们的网媒体平台上 输入柳树火灾 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关键词 一分钟 烟头 堆积 熄火 这几个关键词 决定了柳树火灾防控难度大 蔓延速度快的特点 您知道柳树会造成哪些危害吗 我不知道 应该是有人对这过敏吧 柳树呼眼睛 这个可能着火 你容易着火我知道 哎呦 影响可大了 一点火 呼一得就着火 你有没有看过有人把柳树 聚到一起就好玩 把它点燃呢 听说过 但是没见过 没见过 看别人点了 我见过 没有 反正就是拿电光机 抓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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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它凑成小手 然后堆一堂小三招 然后一点 啪 一敲到着一堆 你自己没点过 没有 不敢 我都没点过 没点过 这玩意儿应该是挺危险的 点过 试验过 我点过呀 玩这个点吧 一点 人家柳树都给你点着了 又给救火 通过我们的调查 和对往年杨柳树所引发火灾案例的分析 可以了解到 起火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乱扔烟头 引燃柳树 引发火灾 第二点是 出于好玩 点燃柳树 引发火灾 第三点是 通过用点燃的方式来清理柳树 引发火灾 据北京消防总队数据显示 2017年仅4月28号一天 119指挥中心就接到 杨柳树引发的火灾 301起 那么下面 我们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 杨柳树被引燃以后的威力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固执了一个场景 在地上破了很长的一个柳树袋 接下来我们将会用打火机 来点燃这个柳树袋 看它的燃烧速度 到底有多迅速 但是在此 我们也提醒大家 这种行为 千万不能模仿 因为现场我们有消防队员的保护 同时还有灭火器 能够在燃烧之后 第一时间将其扑灭 三 二 火苗接触柳树的刹那 迅速燃烧 很快就引燃了周边的干草和枯叶 不到20秒 70厘米长的柳树袋 以及周边的草和枯叶 全部烧焦 在此呢 我们提醒大家 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外 千万不要玩火 不要随意乱扔烟头 更不要因为好玩点燃杨柳树 如因过失引发火灾的 公安机关将进行依法处理 杨柳树燃点滴 含有油脂 大量堆积的柳树燃烧 还能引燃停放的车辆 2017年5月1日 北京市长安区谢岛度假村内 一男子蓄意点燃大量堆积的柳树 引发火灾 大火烧毁了90辆新能源大巴 经济损失近亿元 为了让大家直观地了解 点燃柳树的危险性 消防部门找来了一辆报废车 现场进行实验 仅仅两秒钟 车下的柳树全部引燃 不到一分钟 燃烧的柳树 引燃了车底盘下面的枯草 继而引燃了车底盘 如果我们的私家车车主 发现自己的车被柳树引燃 我们要第一时间远离这个火在现场 然后并不打扰有报警 千万不要回去拿车上的财务 因为我们人身安全是第一的 然后停车的时候也不要停在有柳树或者可燃物比较多的地方 科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平安119 杨柳树让人头疼 处置不当又非常容易引发火灾 而且这肇事者还会受到刑事处罚 2017年5月份 罗某想用火烧的方式清理杨柳树 可被点燃的不仅是杨柳树 还有邻居家的房子 我是无辜的 我也是无意的 被告人应当预见自己 焚烧这阳续的行为可能引起火灾 由于叔父大义没有预见从而引起火灾 其行为已出犯了刑法第115条 至规定构成失火罪 吴某是安徽人 来北京是为了看望女儿 女儿家住房山 有个小院 2017年5月1号 吴某看到小院西墙下一团一团地 堆了很多的杨柳树 我就感觉那个杨柳树 那个碰到脸上去一刮 很刺闹人 吴某说 他琢磨着 柳树遇风就跑 扫不干净 干脆用火一烧到干净 我当时引然后 然后我看扑扑面 我就立马叫本院的周文明 拿上了那个自来水管 往那个火上冲啊 当时我都吓烘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只知道怎么救火 把损失捡到最低 吴某说 当时就听扑的一声 瞬间柳树就烧了起来 迅速引燃了月儿西侧 堆放的树枝树叶等杂物 火越烧越大 最后 引燃了隔壁的乐器厂屋 我一看这个是我厂房 着火了 我这个时候 我第一反应 我就在家里边喊 我说不好 着火了 赶紧救火 我儿时的打得 这些妖妖妖 周先生的乐器制造厂 专门制作和销售 马林巴琴 周先生说 火势来得非常凶猛 消防队员用了半个小时 才把大火扑灭 厂房里的乐器 全被烧毁了 它从南面屋开始摇摇 烧的最厉害的 就是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全烧了 这边整个一个 就全塌了 这边都烟熏的 就是说 这屋最严重 这屋是整个一个 我们最核心 最值钱的屋 它这里边都放了什么东西 都是调好的清白 周先生说 马林巴琴工序繁琐 质量要求高 制作一台 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 2017年上半年 它的这个工厂 总共才做出了 十台马林巴琴 结果这十台马林巴琴 全都被烧毁了 那这一家大概都是 这个家像这个 像这个电动的 和这个都是十五六万的 像这个都十好几万 都是我们工厂 甚至从这个原木 一直到这个清板加工 一直到这成品 都是我们 经评估 这次火灾中 周先生的损失 达到了128万余元 案发后 吴某被警方抓获 2018年4月18日 吴某因涉嫌失火罪 在房山法院受审 周先生向吴某提起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索赢128万余元 索赢128万余元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一直是农民 没有工作 我不是不想赔 我是赔不起 我只借了两千块钱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今天带来了 可以给你 经过审理 房山法院一审认定 吴某反失火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周先生 人民币128万余元 在这个案子当中 考虑到被告 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 被害人没有得到赔偿 也未能谅解 综合考虑 判处被告人 有期徒刑两年 每年四五月份 是柳絮肆虐的季节 沾滚在一起的柳絮团 极为易燃 有实验显示 杨柳絮着火后 瞬间蔓延 一分钟内 即可引燃汽车 据了解 本月12号和18号 在丰台区和朝阳区 有两人因点燃杨柳絮 引发火灾 涉嫌失火罪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据法官介绍 我是每年都有因 点燃杨柳絮 引发火灾 造成严重后果 被提起公诉 判刑的案件 飘在空中的杨柳絮柳絮非常干燥 加上其蓬松的絮状结构 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大 遇到明火会轰燃 且燃烧速度非常快 如果遇到扎堆的杨柳絮 还会持续燃烧 提醒广大市民 不要在室外随意点燃杨柳絮 也不要向毛絮堆积的地方 扔盐头 以免引起火灾 近年来 北京通过持续洒水湿化 杨柳絮引发的火灾 已经明显下降了 园林部门也在通过 替换数种 药物抑制等方式 来减少飞墟的产生 为了遏制杨柳絮火灾高发态势 各消防支队进入社区宣传 并且加大了寻控的力度 2018年4月19日 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 联合天工院接到 对龙湖时代天街小区 进行柳絮火灾防控 入控安全提示 要求物业 对小区柳絮进行湿化 禁止集中焚烧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 柳絮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开窗的同时 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沙窗 沙窗能把这些洋柳絮 能挡住 再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沙窗 开了之后 我们的洋柳絮要 挑进屋子里怎么办 小的小的 我们就说你把它覆盖住 把它处理好 放到码头里冲走 如果过两天 这个天气热了 洋柳絮要多了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 这个收集在一起 往里用水喷湿 装到垃圾袋里 往里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除了加强宣传 全市消防 园林 环卫等部门 和各级政府专职消防队 以开展社会面 施化作业 消防部门 在不影响正常备战 执勤工作前提下 利用各中队常态化执勤力量 重点围绕辖区范围内 公园场所 施工现场 露天停车场 背街小巷 区区干道 田间树林等场所的 杨柳絮 林区树干 枯草堆物等 进行洒水湿化 今年差不多入春以来 就二月多就开始了 每个中队都会出 一两辆水灌车 进行一个辖区的湿化 一般会持续到六月 通过我们湿化 能够减少这个 阳陵区飘飞的概率 能够使这个阳陵区 不再发生一些 可在危险性 大连市公安局 普兰殿分局 发布悬赏通告 普兰殿区大潭镇 赵屯村大崔屯 一家四口被人杀害 51岁的崔家慧 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逃亡五天之后 4月22号零时31分 大连警方在锦州市 将犯罪嫌疑人 崔家慧成功抓获 经过讯问 崔家慧承认 他是因为临利矛盾 迟到杀人 51小长假 眼看就要到了 从今年的5月1号起 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 出现以下七种行为 将被列入黑名单 一 扰乱铁路战车运输秩序 而且危及铁路安全 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 第二 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 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的 三 倒卖车票 置犯假票被查处的 四 冒用优惠身份证件 使用伪造或无效的优惠身份证件 购票乘车的 五 持伪造过期等无效车票 或冒用挂师补车票乘车的 六 无票乘车 越战乘车 而且拒不补票的 七 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予以行政处罚的 不守规矩无所谓的时代 即将终结了 像扒车门 蓝高铁等不文明的行为 要付出诚信的代价 被执行人潘永福 被执行人沈龙 二人应共同还款188万元 现因延迟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二人已被列入国家失信人名单 密运法院执行局 敦促二人尽快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如有知其下落者 也可以与密运法院联系 联系电话 010-6909-2824 联系人习法官 被执行人赵旭金 出生日期 1983年10月2号 案件执行标的9万元 法院多次传唤 赵旭金拒不到庭 规避法院执行 此人目前已列入 国家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如有知其下落者 可联系丰台法院执行局 联系人许法官 联系电话 010-8382-7395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问一答板块 前几天观众王先生 给法治进行时的热线 68429230打来电话 说他在一家理发店里 消费的时候被骗了 昨天我去华美国 理发店去脚头 我来要被打现了一万一 在他们店里消费一些东西的 就说优惠你多少钱 并没有明码标价 而且炮金根本不显了钱 我刷了三下 一看这单的一万一 王先生的遭遇告诉我们 消费之前 您一定要跟商家明确 有几项消费 并且一定要确认 这些服务的消费金额是多少 然后再来接受商家的服务 我们倡导 每个人都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观众张女士 前一段时间给我们打了一电话 说她的母亲 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骗局当中 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录音 我母亲现在在这个民族资产解冻 骗局当中 每天下各种微信群 说是有历朝一代 留下了很多天才 以报单的这种形式 微信转账给那个群主 比如说你报两百块钱的单 给你两百万 像我母亲手机里面 群至少有一百多个群 而且他们的群里面 都事先给他们打好一方 就说如果是派出所人来问你 就不承认这个事情 在投兵之前 一分钱没有回来过 现在针对老年的骗局 花样繁多 而且在不断的翻新 关键是子女要让老人 了解最新的骗术都有哪些 我建议我们平时 能够多跟老人家聊聊天 告诉家人 现在都有哪些骗人的东西 我们也建议您 多看看法治进行时 我们的M目的时刻 也在追踪着各种骗局的变化 几乎每周都有类似的报道 同时子女要密切关注 家里人老人的大额转账的行为 一旦发现异常 要及时的阻止 并且立刻报警 货车在六环主路上上演了疯狂的一幕 它先是逆行 然后又撞开警车 以一百多麦的速度 向南逃窜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八点多 在北京市昌平区 北六环出京方向的匝道处 一辆四轮小货车 开始突然往后倒车 匝道后边一直有车 它就一直踩叫刹车继续倒 太危险了 当时还有几辆车 差一点就撞上了 昌平交通支队高速大队的巡逻民警 立刻上前阻拦 货车司机发现有警车拦截 非但不停车 反而加速逃窜 这辆小货车在六环路上 一路向西逃窜 走到白隔桥附近时 突然调转车头 开始逆行 我认为它是独驾 或者它这车是盗抢车 就夜里车流量不大 车速比较快 货车司机越开越疯狂 甚至将拦截它的巡逻警车撞坏 这个灯 这个保险杠都坏了 这个轮煤全鼓起来了 它就撞完我 它就把车头调过来了 我也赶紧调头 我就跟着它 当时有三四辆车吧 三四辆车跟它对头走 都躲开都让开了 没有发生事故 很惊险 很快 小货车驶入了G6高速 车速一直保持在一百到一百二十迈之间 一路向南狂飙 我又不敢死白的追着它 我就在后边慢慢跟着它 后来它冷静下来了 车速也慢了 行驶到高速路 北安河出口附近时 货车司机见走投无路 便自己停了下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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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发光转过来 警察我就还不怕 快点 我就转过来 我就慌了 我上车了 现在我真的 我真慌了 被民警控制住后 司机情绪激动 趴在路上嚎啕大哭 高速公路倒车逆行 这都是十二分的 为什么还要逆行啊 我看见你过来 我就慌了 我就开始 不危险吗 危险 我就慌了 我就不知道 你别哭别哭 你是干什么的呢 我是刚来北京 哥哥想买卖 他就是因为 没有车牌子 然后上路 他怕警察把车扣了 所以跑 司机姓金 河北来京人员 金某跟哥哥 在水屯做生意 车是他的哥哥 一个月前新买的 还没来得及上牌照 事发时 看见匝道上 有民警查车 担心没有申请 临时牌照 车辆被扣 所以才倒车逆行 疯狂逃窜 我这脑子 当时真的一片 就蒙了 目前金某 因涉嫌危险驾驶 已被昌平警方 刑事拘留 没有安装好牌 就算我们把车扣了 他去交通队处理的时候 把车牌子上上了 就行了 罚200块钱 路上行驶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下 一定要冷静 接受民警的检查 不要做出伤害更大 危险性更大的 这个过激行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 法治情侣时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参与警方互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时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同时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